Hello 大家好 今次薩姐要和大家討論是捐血 為什麼要討論捐血呢 其實很多人都怕捐血 其實薩姐捐過...現在就沒有了 因為現在正在吃藥就不可以捐了 其實薩姐捐過25次 拿到Award 為什麼薩姐會覺得應該和大家分享 其實薩姐的血管很幼 基本上每次捐血之針這麼長 我都會整條進去 每次護士捐完之後要再轉 才轉到我的血管 我當然要先打麻醉針 因為我的血管太幼 很多時候再怕我就這樣刺下去會再縮 而很多時候捐血站 很多護士一天抽那麼多血 很多時候都未必夠膽做我 通常要找她們的大姐來做我 要找她們的大姐來做我 我也試過當時在醫院 因為我情緒病犯的時候在醫院 那我只會抽到4個地方 這裡兩疊 然後這裡兩疊 總之這裡三疊 這裡一疊 連自己吃到嬰兒的血 我抽到4個地方 都不夠10cc 10cc是只有一支小 所以每次我捐血時 我都要喝水 喝得差不多急尿 賴尿的感覺 然後就去放血 捐完10分鐘後 我要馬上去拖泥 原因是因為我要喝很多水谷醬血管 讓血液容易流 讓血液容易刺 每次我都很辛苦 捐完也很辛苦 因為每次捐完也要再捐 才能動我的血管 後來捐到25次 我的血管真的受不了 因為你看到這隻手是有疤痕 捐不到血 你看到這樣捐不到血 唯有只剩下一隻左手 一隻左手 其實不是很多血管 我只剩下一條這條 還有一條這條 這條是好一點的 反應沒那麼大 但這條反應很敏感 你想想 每次刺他們 刺到他們都怕了 後來當然了 現在就要停 因為我現在都在吃情水藥 或者吃西藥都不可以 所以就沒辦法 為何薩芝這麼有動力呢 其實我小時候 大約19、20歲的時候 我公司有個同事 她進了醫院 她之前陪我去捐血 她進了醫院後 她試過打電話回來跟我聊天 她說Aisa 其實我覺得你那次捐血真的很偉大 她說原來她做的手術都用了二十多包血 哇 二十多包血 所以她說你那次捐血很偉大 我又覺得 之後我還堅持捐血呢 因為這位朋友已經離開了 跟我談完那次電話之後 沒多久就離開了 她家人就過來我們公司收拾了她的東西 當然那次就最後一次跟她聊天 有點遺憾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她用二十多包血做一個手術 我現在捐回二十多包血 是給我將來自己做手術的 將來我就算用別人的血 我都可以大大聲聲說 我只是用回自己的血 我之前給了別人 我現在是用回自己的血 我沒有欠你們 或者我沒有什麼 但如果她做手術不夠血 那時候我就可以大大聲聲說 你們這些自私鬼 但如果我自己今天都不捐血的話 我那時候想當然 不要想我現在是單身 那時候想 如果她有小朋友做手術的話 如果有什麼事不夠血的話 我可以罵你們這些自私鬼 因為我自己做到 但如果我自己不做 我就沒有馬上罵人 所以我那時候就說 我最少都要捐救二十多包血 是給我自己將來做手術 那我就用得心安理得了 希望大家都 之前我這個想法 其實都很傻的想法 不過希望大家真的知道 做一個手術 尤其是一些大型手術 用的血量真的很多 所以希望大家 如果身體健康的 可以捐到的 就盡量捐 因為大家都不知道 什麼時候自己會用回血 又或者 什麼時候自己好像現在 身體狀況不允許 就不能捐血 希望大家都多多支持捐血 希望多救幾個人 那好吧 如果大家都喜歡 喜歡的話 就按LIKE和訂閱 最重要是分享出去 讓大家知道 等更多人去捐血 OK 拜拜